22赛季精华一宝箱的三个皮肤的三世涂涂来了 很多人问我怎么看 我泡着澡看呗 是的 诚如大家所见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精华一宝箱的三个皮肤了 这次的背景故事比较有意思 是发生在一个温泉浴墙里面 所以大家也看到 这三个皮肤呢 多多少少都和淋浴的一些因素有关 首先来看一下 新角色教授的精疲 温泉煮酒 不是有句诗 那个怎么说来着 忽而降出幻美酒千斤球 千斤什么万 什么千斤球 哎哎 没有数学好的小伙伴 这句诗给我打在公平下 那这个筋皮的一个肌肉 我是着实羡慕了呀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看到这个筋皮的时候 有一种筋靴的升级板 不管是他头上的各种筋式 还是脚上的筋靴 都有一种暗示式 这是个筋皮 好吧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身旁的这个好像类似于权杖的一个东西 这难道就是教授的技能的一个武器吗 哎 哎 这样来看的话真的不多见啊 但是腰上的这个药剂也有可能是他的技能啊 所以啊这个筋皮我感觉整体还行就是这个单边的披风确实有点神秘疲劳了 好像很多的男生角色啊都是这种单边披风 感觉这个以后啊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不要做那么多的单肩披风好吧 然后接下来是武女的这个香薰桑拿 武女这个紫皮 看着是挺休闲的 头发上也没有过多的装饰因为是在沐浴嘛 然后这个紫皮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你说他好看吧也好看 你说他一般吧也一般 大家觉得这个紫皮怎么样呀 最后就是蜡像师的李玉了 这个紫皮让我比较喜欢的是他旁边的妹妹的一个蜡像的形态 你看有一种怎么说睡美人的感觉 而且他们两个头上各自带了这种花环 而且在妹妹的身上好像还出现了很多鱼的元素 你看他的耳朵啊包括他胳膊下的这种鱼鳍 还有身上的各种鱼片 哎 感觉鱼女化以后可以采取这种元素啊挺好看的啊 蜡像师的这个玉袍呢也是着实的比较的贵族风范啊 他的一个技能的形态的话应该就是这种温泉上 你看流露出来的这种类似于蜡的一个淋浴的一个温泉效果 所以大家对于这次的金花宝性的这三个皮肤 你们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期待这个金皮的啊 那在视频下方留下你们的下方 感谢关注此时男孩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